很多朋友到国外旅行会欣赏歌剧或是当地剧特色的演出 现在台南的仁德堂场十股文化园区 也有南台湾第一座定幕剧剧场 每天是定时地点表演台湾人文风情的古乐曲目 从一开始默默无名到现在呢 站着这个游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还有许多人是专程从国外前来游客 舞台上表演者会动手中的鼓棒 集出鲜明的节奏 气势磅礴 撼动人心 结合台湾在地风土民情 一场充满丽与美的古乐演出 现场掌声连连 位在台南仁德堂场内的十股文化园区 这里拥有南台湾第一座 也是目前唯一一座的定幕剧场 如同国外的歌舞剧一样 采定时定点固定式的演出 每天上午下午各一场三十分钟 观众更是从成立初期的几十名 到现在假日几乎常常爆满 当中不乏外国人士 以及来自全省各地的团体课 很震撼很感动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文化要继续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乐器 很传统 然后一个非常 听了会让你心很静 然后也会让你觉得很 很澎湃 事实上十股集乐团在四年前 开始向台塘租地采自己自足的方式 出席观赏股乐的人不多 为了要节省经费 团员平常出了练股 也要分担园艺等厂区工作 不过现在到园区的人越来越多 去年累积有二十万人次 乐团表示 今年政府推广文创产业定幕剧 再加上陆客自由行 希望能带来更多观赏领众 我们是在三四年前就开始走的 也是台湾第一个做定幕剧场的 之后的成长空间蛮大的 就是我们去年是二十多万人 那今年我们预计起码可以成长到 两成到五成左右 为了吸引旅客流速台南 石谷及乐团也将在周六夜间推出表演场次 乐团期待附近的奇美博物馆完工后 再与周边文化区串联 能形成台南文化产业的观光新特区 记者杨琼如孟昭全台南报导